那几段,所以全部的资料都在上面 所以你拼凑起来,结果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其实它就是分成几段 第一段就是中间这一段,就是下载的部分 下载其实就是1,2,3,这三行 上面有个Import 第二段的话就是切割 切割就是先切例11,再切例12 然后把里面的空白去掉 第三段的话就是上面新增资料库 跟新增资料库 再来最后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把资料给insert into进去 最后的话呢,我们insert into进去之后的话 大家会看到一个写入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再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SQLite Browser 不过SQLite Browser上有朋友问到 其实不止这个啦,网络上一堆 你通通都可以用啦,反正这都免费的 你可以找,反正拿一个好 反正你可以用就好了 我觉得我就找一个相对档案比较小的 好开就好了,OK 也不要荡掉,或者不好用 那可以把它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根部里面就有一个叫 market.db 开启 已经开了,打开,yes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它的data structure 它的资料结构 里面就ABCDE 然后它的栏位名称 栏位的这个形态 另外的话,browse data 里面资料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话总共就是有两万多笔 两万四千四百七十四笔,没错 OK,然后所有资料 这个datetime 然后这个是double 不过你会发现 它的datetime的话 跟那个文字有没有 都靠什么,靠左对齐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datetime 实际上应该理论上就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OK,可是有一些资料库是把datetime当数字看待 这个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 然后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数字的话呢 就靠右对齐 有小数点 但如果你用integer的话 小数点就不见了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那其他的话呢 这边还有excuse SQL 也就是以后的话 你甚至可以在这边下一些SQL语法 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已经把资料放进去了 如果我希望可以做出类似像刚刚看到的 也就是说 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什么 这个资料里面 哪一个菜市场里面的那个什么 清充里面的价格是最便宜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SQL语法去创 可是其实如果你想要先大概知道一个 大概的结果的话 我其实还蛮推荐你可以先用枢纽分析表 先run一下 然后再转移到另外一个工具 其实也没关系啦 反正好处是说它是视觉化的 那只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像那个清充的那个 在不同的市场 价格最低的 帮我显示出来 那其实不管是不是这个范例啦 其实其他的也OK 我觉得孙德分析表 真的非常好用 这个泡币概念跟这个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手 你再去学泡币应该也会蛮快就上手了 OK 那怎么做你们可以试试看 利用那个这个下载的 刚刚有个下载档案 你可以直接打开 它是用Esser打开 这个档 这个档的话其实就是 台北市的这个有没有 这个资料 资料平台里面的 刚刚我们是找那个最前面这个 这个我们下载嘛 下载的话不是在下载里面 你可以直接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要做统计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边插入 有一个要孙德分析表 如果我要快速统计的话 其实交会一个方法 第一个我要根据什么 第一个列的部分列标签 请你放你主要要分析的栏位是哪一个 我要分析哪个市场 所以请你把市场拖拉到列标签 第二的话呢 我要统计什么呢 第二个次要的栏位就是哪个蔬菜 哪个蔬菜在哪里呢 在品名吧 OK 所以把品名拖拉到栏标签 第三个的话呢 请你统计它的值 那值的话是什么 它的价钱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拖拉这个 这个拖拉到值的话呢 这个值如果它栏位里面呢 假如是数字的话 它预设是帮你加总 可是我们如果不是加总 比如说我现在算平均值的话 那你可以修改 怎么修改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拖拉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拖拉进来 它的值前面就多个加总 意思是说把平均 有没有 把所有的平均价格 通通加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哇 这个感染怎么这么贵啊 哇 两万多块 为什么它把它全部 历年来的资料 通通加总 所以不是加总 每方我算一下平均值好了 那平均的话 这边有个蓝的 这个词的蓝位设定 点一下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平均值就好了 OK按确定 这样就平均了 那如果说上面有什么呢 有这个感染 花什么一堆的 那如果说我只想要轻冲好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做筛选 筛选的位置 特别注意哦 请你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可以做筛选 那怎么筛选 点它一下 这边就出现嘛 不要全选 我只要留下轻冲就好了 按确定 轻冲 有没有 市冬的价钱 但问题这个价钱好像太高了 不是 就是小数点太多了 那怎么办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那个小数点清除掉 OK 取到整数 第二的话呢 再来一个排序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帮我 由低到高的话 那很简单嘛 资料里面不是有一个排序 把它A到Z 那游标放在B5上面就可以了 B5 然后A到Z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帮我排序轻冲 最低的话就算一算 最高的话就是208 那其他的话 最后顺便讲一下 这个总计 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按右键 把它移除掉 因为我不需要总计吧 OK 假设我不需要 那下面这个总计如果不要的话 一样按右键 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长像这样 有没有 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有没有 很清楚了吧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资料一进来 如果会的话 马上可以看到重点 不然的话说真的 给你一堆资料 也会造成麻烦 但是如果会的人 马上可以知道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 所以你给我越多资料越好 我马上告诉你 你未来应该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 OK 你要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就是需要从大量 所以大数据 资料越多越好 为什么 你才可以看到 比较正确的结果 OK 如果你资料范围太小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 整体的正确的结果 那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画出 图表的话 这样其实就出来了 其实画图表 也是以色列的强项 在哪里呢 在这个选项里面 就有个Sooner分析表 Sooner分析图 那你可以再选 你看要画哪一种 所以就简单 就只条图 按个确定 马上那个图就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我们直接 把这个图放到旁边 这样的话 就可以 因为我解析度有点低 所以要调 OK 大概这样 其他就是 再把这个图 再缩放一下 OK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大概这样 那接下来 如果说我希望 类似像这样的结果 假如说 我希望用 这个Python来完成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 我们不是用Excel 的枢纽分析表 我们希望用什么 用在Python里面 帮我查出我要的资料的话 那第一个 我们另外 刚刚这个程式 另外再开一个新的module 里面的话 一样 我们用之前讲过的查询 那查询的话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要查资料的话 底下这边有个查询资料 查询资料前面有讲过 我们需要查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全部的资料查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一样什么 Import SQL Line 一样去连那个资料库 然后呢 下一个语法 slide所有的栏位 from marketing1 然后呢 就把这些呢 分别把它抓回来 所以这一个是查所有的资料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 是查什么呢 查这些 里面的青葱 所以其实我只需要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 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它的 这个应该市场 跟哪一个品名 的平均价格 帮我把这个结果给列出来 那如果 假设了 我们用那个 这个 Python来完成 该怎么做 可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你们可以先利用那个 Excel 数据分析表 先玩玩看 画面先画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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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